那是讓粉絲久等了韓國天王院 睽違五年終於要再度來台 而且還破天荒選在跨年夜 當天來台灣開唱 要和粉絲一起到時跨年 帥氣舞蹈超強氣場韓國天王院 堅強的舞蹈實力 出道至今奠定亞洲舞王地位 這回首創在跨年夜來台灣開唱 讓台灣粉絲又驚又喜 帥氣打招呼 親切秀中文 笑容超級迷人 距離上次來台已經是五年前 2011年任在入伍當兵前 曾經來台開唱 如今選在特別的日子 再來台灣 還甜蜜跟粉絲喊話 要一起倒數跨年 2017年 對 三年一起 一起拍攝 很多關心和感謝 那麼這回事 当年汉宋慧桥经典韩剧《浪漫满屋》 已经过了超过12年 如今的RAN依旧是对自己 要求严格的歌手和演员 还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爱情事业两得意 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一如往常 耀眼夺目 最近除了宣布来台消息 还预告音乐中将要推出 亏为三亿年的新歌 这回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华丽舞台 也让粉丝迫不及待